普里镇田园一郎日前正在进行产业普里特展 为了补充学校教学内容 普里国中的老师在教务主任的带领之下 校内的历史及地理老师与图书官员的解说下 了解近代普里交通产业发展的言格 那学校老师对这个议题都非常的喜欢 毕竟大家在这边要教台湾史台湾地理 可是对普里镇我们怎么样去告诉孩子 那普里国中本来就有一个课程叫走读人生 在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 分别介绍普里的文学 普里的历史 普里的地理 所以我们希望用这个充实老师的专业智能 地理老师表示 国中课程中有一个部分是谈到古道的章节 其中就有包含普里的部分 透过这次的观展 在解说人员的介绍之下 对于往后教学来说 也是可以更深入的让学生来了解 这份属于普里的历史 作为教学上的补充 因为我们现在国中有弹性课程这个项目 那我们学校的弹性课程地理的部分 就也有谈到一些古道的部分 其中有部分章节就提到普里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一个导览 让我对于教学上来讲 内容会有一些不进这样子 普里国中教务主任郭清隆表示 产业普里特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展出 但是可惜战期只有一个月 因此也希望公所及图书馆 能够将整个特展内容制作数位化 学生老师甚至普里的乡亲都应该还有机会来知道说 自己土生土长地方的历史 所以我刚刚跟两位长官都讨论过之后 我们觉得说是不是把它做成电子化 那不管是电子书电子影片 都可以让学校的老师 足以跟学生在介绍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 那对我们的教育是很有帮助 普里正立图书馆长也表示 会来研译数位化的可行性 让珍贵资料有机会让学校来作为辅助教学使用 民众啊老师啊都一直觉得说 这样子这么珍贵的资料 是否可以另外用一个数位党的方式来保存 那这样子将来也可以在课堂上 提供老师们在教学上来使用 或者是可以让长辈们在家里也可以欣赏来看 那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公所这边会来研议 那将来是否用数位党的部分 我们会研议来办理 副卫长潘一圈肯定普里正立图书馆 办理产业普里特展的用心 也希望图书馆可以将宝贵的展览内容 做数位化处理 让更多想要了解普里早期发展严格的民众 可以透过数位化的资料来阅读 记者陈维一普里正采访报道